主席 感谢主耶稣 赏识我们这个礼拜都有很好的天气 让我们不管是外出或是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 非常感谢神的恩典 那今天晚上要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 选择生命 我们先看一下生命记 生命记的三十章 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 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念 开始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或福臣民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选择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衣都得存活 二十节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祂的话 专靠祂 因为祂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祂 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其是应许所四的地上居住 阿们 这边讲得很清楚 其实生命记呢 我们如果可以慢慢从头开始一张一张的读 会有很大很深的感动 那个整张整整个一共是有三十四篇三十四章 那其实都是摩西他不厌其烦 一而再再而三不断不断的像很唠叨很啰嗦的爸爸妈妈 我们很多人都是父母亲了 长辈了 在教育我们的子女 已经知道的事情 我们总是不嫌麻烦 耳提面命 一再一再地诉说 所以我们有空能够的话慢慢看 那这个内容主要 其中整个三十四章的最核心呢 就是集中在二十九章跟三十章 可以说是整个的浓缩跟精华 他不外乎是讲说 不断的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 不管是当代的或者在旷野死掉的后代 就是当时他们灭绝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满二十岁的 可是在旷野漂流了几十年 到今天摩西讲这些重生律法的时候 他们也都已经不再是二十几岁的 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 而是已经五六十岁的 可以说是老年了 所以在很漫长的岁月当中 摩西不断地耳提面命所讲的 不外乎是神当初怎样对他们的先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 就是要赐给他们迦南美帝 然后呢就是他们后代的子孙呢 在埃及受这个法老王的挟制苦代 神怎样把他们带领出埃及脱离这个苦海 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 神怎样养育他们 怎样使磐石出水 怎样天降马那 还有怎样使鞍豚飞来 让他们有肉吃 虽然这当中有数不清次数 这些顽梗的百姓一再的悖逆 一再的咒骂怨恨神甚至责难摩西 可是呢摩西总是以极大的爱心耐心来包容 然后甚至为他们代求 那在整个你会看得很感动 我们会觉得怎么有人可以有这样子大的胸怀 他毕竟是一个人啊 可是他就说 身兼神所挑选为器皿的大任 他不断的熬练磨练 所以到后来圣经上讲 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 你在整个当中你会很受感动 可是即便是这样子谦和的人 当他们有一次在米粒巴水 要求水喝的时候 神要摩西说 只是吩咐磐石 那摩西忍不了这些众民对他的抱怨 他也是有血气 一气之下 他忍不住就用杖挤打磐石 虽然磐石也出水了 可是在我们人的角度上 这只不过是 他没有照神的吩咐 用吩咐的 而是用挤打的 那有什么了不得 可是在神的眼中 很多地方记载 这在神眼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不相信 没有尊神为大的 一个很大的缺失 因此神很发怒 导致怎样 他跟亚伦 没有办法跟百姓入迦南 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 我 以人的角度我很难过 他几十年来 寒心如苦 把这些 顽梗的百姓 不断地包容 不断地带领 不断地劝戒 苦口婆心 可是在诗篇106篇那边有讲 摩西却因为百姓 受了亏损 说了急躁的话 所以在民书记 生命记 都有很多次的提到 神很明白地跟他讲 你必不得入迦南 所以纵然摩西也有恳求 神毫不顾其面 罢了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 但是我领你到那个山林 尼泊山另外有一个 比斯列山去看神所要赏识他的整个的那个 迦南美地 然后最终呢 在他死的时候 神亲自埋葬他 这是多大的殊荣 然后在出埃及记 民书记 生命记都有提到 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 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 神甚至有形象给他看 当然不是正面 然后对他讲话 不像一般的先知 对一般的先知是用异象或用异梦 可是神却对摩西是明明地说 是明说 不用谜语 而且是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 向人对待朋友 所以从这个很多个经节里对照起来 你会觉得说 没有错 在属肉的领域上 他是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 可是神后来给他这么多好的评语 在神的家全然尽忠之外呢 还面对面跟他说话 甚至有一个地方记载 神说人不能见我的形象 看到我必不能存活 可是摩西跟他的关系太好了 因此神说这样吧 这边有一个磐石 里头有一个小洞 你就躲在那个洞中 我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 我用我的手遮臂 不让你看见我 等我的荣耀过去 你就可以看见我 可是看见我的后背 你想想这是神耶 神跟人的关系 可以这样子的亲密 圣经上明书记记来 摩西从来 后来没有在一个 兴起先知像他的 就是说他除了有很大能的作为 靠着神做了很多很多 伟大的事迹之外 他跟神的关系是极其亲密 亲密这个词在原文是 讲那个夫妻的性关系 我们知道那就是最隐私 最亲密的 他跟神之间的那个感情啊 关系就是那样子亲密的连结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生命记 他的记者 虽然他的在世的日子 他无法进入迦南美帝 可是神亲自埋葬他之外 有那么多的经节叙述 神把他像朋友一样的对待 就像亚伯拉罕 神也称他像是朋友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后来在新约的时候 那个彼得在变茂山看到形象 就是看到主耶稣 摩西伊利亚出现 所以有我们教会的长子解释 就是说 这个表示神还是认定他啦 在属灵上 他已经得到神的认可 所以肉体即便不能进入到迦南 其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所以这个生命记 我讲这么多摩西的背记 我们有空慢慢一张一张 好好的自己去读 你会深受感动 那我们刚刚念的这两节经节呢 是讲摩西他就是在 还没有进迦南之前 已经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已经来到约旦河东 还没有进入 然后就在摩养平原这边 又重新把过去这些历史啊 然后神的诫命啊 还有各种节旗啊 该注意就是像一个很唠叨的老人家 不断不断的重复 然后一直到二十九章跟三十章呢 就是他知道快要离世了 因为神有跟他很明确的讲 你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人家说 人之将死其言也散啦 不要说他是 就是说 我们不管怎样 人要过世一定会把很重要的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 跟子孙而提面命 所以你会感到 看到这边 二十九章三十章呢 他讲的都是前面不断不断的讲 可是他把最紧要的就是浓缩整个精华 在二十九章三十章里头 然后他就有讲 我把这个祸福生死都成名在你们的面前 我们有空自己看那个条文 你如果遵照神的旨意 照他的话谨守遵行 然后好好守这个戒律的话 会有怎样怎样福气 那个福气不是单一的 子孙绵延啊 所种的五谷蔬菜啊 所养的牲畜啊 子孙就是福气无穷尽啊 绵延不绝 可是你如果背叛我 去敬拜别的神学习 他们种种 会有怎样怎样的祸患 他讲的很详细哦 所以我们把这个仔细看一下 到最后他的结语就是 我把这个祸福生死都成名在你们面前 怎样 你们自己去选择生命 那我看到这个我好感动哦 他为什么要我们选择生命 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我们念的生命记 30章的19节 使你和你的后衣存活 不只是选择生命20节 且爱耶和华 爱他就听从他 专靠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这个专靠呢 在原文就是紧紧黏住 我们看男女在恋爱的时候 哇整天想黏在一起 好 他跟我们 他就是勉励我们跟神的关系 永远要紧紧黏住啊 你不要只看字面上专靠 好像就是依靠他嘛 体会不到那个很深的内涵 我们如果对一个人心有渴慕 好喜欢他 恋慕他 就是想紧紧黏着他 就算他不是同样对你 可是也没有关系 我就是要这样 非你不可 就是有这样子的意思 紧紧黏着 所以这是我选这个题目的意思 就是我觉得 哇 选择生命太好了 第二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爱护自己 都很想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弄得辉煌灿烂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按下决心说 我一定不要让我的生命画册空白 或黑白的 我一定要很熏烂的色彩 一旦有这个理念 你在日常很多事情上 能力所及时间所允许 你就会想办法 每天让自己有不同的发觉 或不同的视野 你就觉得生命画册好丰富 所以每个人可以选择生命 那这个在摩西呢 他除了把生死或福 很清晰的沉迷在面前 让百姓自己去选择 因为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 他不是要挟制你 非要跟怎么怎样 他是自由的 你要神 好 那就可以这样 你要得到祝福 就遵行 你要是不 那就是另外的结局 是很清楚的 要不要你自己来选 那在新约里头 也有告诉我们 主耶稣就是什么 道路 真理 生命 这边有提到生命 甚至大卫在诗篇里 也有跟神的祷告词 求你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所以这些我们信仰的伟人 怎样 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唯有主耶稣 才有属灵的生命 这个生命 生命跟生活 其实是不等的 我们的生活里头 也许失掉伴侣 也许失掉亲人 在人看 你很孤单很孤寂 可是有些人 他纵然是这样的境遇 他的生命 却因为有主耶稣 他活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你不要以我们的角度 哎呀 那个人好可怜喔 他的生活里头 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忽略了 他的生命 因为有主耶稣 所以他特别的富裕 特别的喜乐 但是我们时常蒙蔽了 被这世俗的物资 世俗的思维所欺骗 你没有看透 什么是生命 生命不等于生活 一个人他生活可以很富裕 可是他是行尸走肉 他完全讲的都是 没有什么造就人 而且都是那些嘻哈的 然后就是世俗上的 没有什么意义 可是有些人不是喔 他生活也许不是很富裕 可是好有内涵 跟他在一起 你得到好大的安慰 好大的整个心胸 就是很充满很喜乐 所以我们要记住 那感谢神 我们很多圣经上的信仰前辈 很多人他们都做了一些 非常好的选择生命 第一个我们就是刚提到这个摩西 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 十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念念到二十七节 二十四节开始 摩西因着性长大了就不肯称为发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领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识 他因着性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阿们我们念到这边 感谢主 这只短短的几个经节 可是却很清楚的道出 他如何的选择生命 他这边我们看二十四节 因着性长大了以后就不肯 肯与不肯就是选择嘛 可是他因为有信心 你看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耶 在宫里荣华富贵 而且享受受到那么好的教育 来往的都是最上层的人事环境 可是他因为性就不肯耶 所以这个不肯跟肯 其实就是一个选择 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之子 那是多高多大的荣耀 然后下面第二十五节 不肯之外呢 他宁可 宁可 这个宁可就是趋居在原本条件之下 我宁可 那个高薪我不去 我宁可找一个能够安息日 能够让我上教会的公司 也许待遇福利很多都不好 唯一就是老板愿意 那我宁可 所以这就是一种抉择 所以这边我们时常在念 我过去我没有想到 不肯也是一个选择生命的表示 宁可也是一个 再来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悍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这个太不容易了 他在埃及呼天唤雨 他要什么有什么 有权有势 要享受什么 都是极其寻常的家常便饭 可是他很有慧眼 他知道那都是最终之乐 所以不愿享受 愿不愿也是一个选择 也是他选择生命的一个智慧的表现 26节更难能可贵 他也许可以选择不去享受最终之乐 而做不同的选择 可是他做了另外一个最 最难得的选择26节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所以我看到这个我真的心太感动了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在这几十年岁月当中 受尽可以说非人所能忍受的 不仅外在条件气候旷野那些难题 更难过的是 面对这么两三百万这些人的心 以色列百姓这样子骄傲 然后又顽梗不明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悖虐神 面对这样子苦境 人说最难的就是人事 我宁可做业务每天忙 我不要去做人事主任 人的事情太难搞了 可是摩西 神就认定他要他这样 他不愿意也是头皮硬着 就是不断的忍耐忍耐忍耐 所以你看了会很不容易 他本来不必那样子干扰 那样拍名来过这种日子 他好好地在埃及网工 做他的网址多好 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他选择生命 他大原则他选择了一个生命 一个很有意义的生命 因此这些苦呢 他都宁可宁可宁可 他都乐意承受 所以看到这个 我们真的是觉得 好的东西没有平白得 良药苦口 你要得那个最好的赏识 选那个最上好的福分 不是那么安逸 翘着二郎腿在家就可以忍受的 可以接收得到的 你看摩西付出多大的代价 可是他不以为这是付出 他宁可 他已经苦乐的那个定义 于他已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水准 所能衡量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境界很高 因此他能够忍常人 非常人所能忍 所以我们中国那句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 也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心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这个实在是有很深的含义 所以第一个我就觉得摩西 他大原则 他选择了上好的生命 属灵的 无限的 无穷的 美极的 美好的生命 因此他对这些 他都可以等闲适之 这是一个很高尚的境界 主要他为基督受的领辱 比埃及的一切财物更宝贵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自己问一下 我有看什么是最宝贵的 我们自己问一问 如果还具一个很好 美好生命的那个空间 还有一大段的话 我们必须要慢慢调整修正 我们的思维 修改我们自己的脚步 有时候这种事情 别人不愿意太点破 要不要走这条路 是你自己在走 你跟神的距离 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亲密度 别人左右不了你 别人只能平爱心 劝导你 开解你 也许还讲的不是很那个 你就是要自己 要付出行动 就好像天国路 我们说 我们都是一起在奔跑天国路 没有错 在还没有到达的时候 有些人偶尔会软弱 会失脚 那我们作为一起奔跑 同时在场上 在赛跑场上奔跑的 我们愿意也很爱心的 要扶持你一把 可是你要是老是要赖在地上 不肯起来 甚至慢条思理 别人鼓励你 之余他也没有办法一直陪在你旁边 你自己没有那个意愿 不愿意 那又耐得了何 救恩是神跟你之间的 他是给大家同样的机会 也给别人机会 别人如果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不愿意尽心尽力 那他的结局跟一个很愿意跑的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不要都以为说 我怎样别人一定非要来怎样不可 那是肢体作为爱心我们的责任 可是你如果自己本身不奋起直觉 不好好修正 调整自己的很多方面的话 那你跟神的距离 永远就是一大段 这个是很可怕的 不要认为说那个是长子传导的责任 我跌倒了我甩落了 人家就该来关怀我 关怀是应该我们作为爱的同龄肢体 我们是需要学习 可是真正你自己要学会 去追求跟主耶稣的亲密度 这个别人奈何不了 信仰绝对是神跟你自己之间 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都知道 约书亚 约书亚他是摩西所培养的接班人 从约书亚记 民书记 甚至生命记 你都可以看到 在一些重大的场合 当众叛亲密的时候 约书亚永远是站在摩西的身边 他是一个不出生的 在出埃及地那边 他很多时候都是默默的 可是是一个很难得 人家说最难做的就是老二 老大太光芒旺帐 老二要在他底下 能够有所表现好像似乎是很难 可是我觉得他做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我们提到约书亚永远会想到 刚强壮胆 那是在约书亚记 神不断地吩咐他 因为当摩西不得入迦南 可是神有吩咐他 有耳提面密 要把感动摩西的灵 也要分几份给约书亚 然后不只要摩西去勉励 比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之外 神也一而再再而三太多次了 我们有空自己看旧约摩西五经这边 你也会很感动 所以我们比较少提约书亚 是因为摩西的功劳太大了 往往他的一个伞好像特别大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就觉得约书亚太不容易了 所以他跟在摩西身边 他从很年少慢慢学习 慢慢用眼睛看 嘴巴永远不多话 可是带百姓入迦南之后 也征战了 然后最后把第一月分给他了 怎么样 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也是蛮感人的 我们看一下 《约书亚记》二十四章 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 《约书亚二十四章》 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二十三章 看《约书亚记》二十三章 《约书亚记》二十三章 《约书亚》第一节 《约书亚使以色列神安静》 《不予四围的一切仇敌征》 已经多日 约书亚年纪老慢 第二节 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组长 审判官并官长都照了来 对他们说 我年纪已经老慢 下面就是他所吩咐的遗命 所以你看那个23章的标题 约书亚的遗命 就是他你看从年轻 一路做神的工 来到迦南地 地业也分完了 他也已经老迈了 然后他跟摩西一样 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年老 也知道在世时日不多了 他也一样把一些重要的事情 把那些重要的组长 百姓啊 那些官长啊 什么都都照起来 然后就是耳提灭命 你仔细看 你也会很感动 也是重复过去 他们先祖的历史 还有神的恩典 还有见你们一再的悖逆神 怎样包容怎样 就是又再重述一遍 你会觉得 做领导人 有时候我会觉得 做领导人太辛苦了 要承担太多人 所不能承受的 所以我在上班 我都不喜欢做老板 我喜欢做那个乖乖的小职员 我只要朝九晚五 做完我本分的 其他我不用劳心 劳力没有关系 那个只是肉体的 劳心是最难过的 可是有时候不是 不能够事情都如理所愿 等到有一天 什么都要交给你的时候 你要做太多的抉择 那个是费神费心费力 然后讲不出的苦 你要很多事情 都要全盘的思前想后来 因为牵一法动全局 一个小抉择错误 那个整个垮掉了 所以做领袖的人 做上位的人太辛苦了 那摩西也不只是摩西这样 约书亚 你仔细读约书亚记 尤其在他快要过世前 这些遗命 也是苦口薄心 我看了就是好感动 觉得这些人 不是几千年前的人 就好像活生生在我们周围的现在 但是在他们身上 你可以学习到太多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十四节 他也是把那些祸福都讲给他们听 然后二十四章十四节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地侍奉他 将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 十五节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神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看到你这个这几节 也是很感动 神不是专制的 他让你有选择 因为他们在那个大河那边 从那边过来 两河六域那边过来 那边去史学家去考证 那边他们拜了太多的神 各种日月山川啊 还有那个五谷啊 雨神啊 各种星辰的 各式各样神他们都拜 然后最可怕的是 连这个迦南七族这边呢 他们也是拜多神之外呢 他们就是行淫 因为他们那个妙祭 就是认为说 祭祀他们的神一定要行淫 要苟合 那他们都是一些已婚的 未婚的是不参与这个事情 但是这些妙祭都是已婚的 他们认为说 已婚的这些妙祭能够 就是说在庙里头行淫 那个就是取悦他们的神 这个在耶和华的眼中 是非常非常肮脏 非常污秽的 是神很不喜悦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金火 把自己的儿女杀掉 然后在火上献祭给他们那些神 这是很残忍的 那个摩亚王 他有一次在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 就是失败了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儿子王子就杀掉 就金火 所以为什么神一再吩咐 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 要把那些妻祖拜 我想全部要杀光 要除恶物尽 因为如果留下那些女生的话呢 男生会受 就是说以色列的选民会受诱惑 跟他圣经上很多处记载 等日子久了 慢慢他们就被童话 就去敬拜别那个他们的神 你不要说什么最有名就是所罗门 虽然刚开始是政治联姻 可是到他的晚年你看 那么多的飞兵 然后都是外族 所以本来是一个大卫的孩子 刚开始也是传承了很好的信仰的根基 可是到后来就是完全变职 为那些外邦神盖了多少的庙 建了多少的坛 这所以败坏就从此那边扎根了 那这边提到约书瑶的话 我们刚刚念的很感动人 他我们就是刚刚念的那个十五节下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你们要怎样 你们有自由选择 可是至于我和我的家 我们必定选择侍奉耶和华 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抉择 因为他在这个几十年当中 他听了神的教训 也眼见神的奇妙的作为 各式各样 他都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虽然没有多话 他讲的话其实不多 但是你可以觉得他很不简单 意志那样子坚定 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对的选择 至于我和我的家 我想我们也都要有我们学习这个心智 也要勉励我们的子女 我们别人我们是尽量劝勉 把利害关系让你知道 可是你们要选择 那是你的权利 我不能干涉 可是我和我的家 我们一定要学习约书亚 所以第二个约书亚 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有空慢慢去读约书亚记 他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 不多话的人 可是太好的男生了 有时候我觉得他虽然不吉摩西那样子 光芒万丈 可是也是很有一套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 再来呢 我们说也是让我们很知道的 就是大卫 大卫我们知道 他的前几乎一生 可以说是颠沛流离 然后本来也不是他做完 可是因为扫罗做了 不该很多一再的得罪了神 所以神不喜悦他 因此就选择了 圣经上给大卫评语是 合神心意的 这些信仰伟人神 圣经上都有一个 好像专属他的代名字 摩西他是在神家全然尽忠的 那个约书亚是 神对他说要刚强壮胆的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 这么样合神心意的 纵然他中间有犯了很多 不可饶恕的错 可是因为他对神的心思太 太专一太单纯 然后你看他诗篇 对神的祷告 那个字字句句是出自肺腑 那怎么样看出 他对生命的一个选择呢 我们看一下诗篇 看一下诗篇 十七篇 诗篇十七篇 诗篇的十七篇 十七篇的第十四节开始 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 他们应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 十五节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这边提到十七节 十四节跟十五节 那是一个价值观 迥然不同 十四节就是我们一般世界上的人 所盼望的 怎么样 他认为所谓的福乐 五福灵们 有财富 有子女 然后有财宝 然后能够绵延 家有万贯 能够世世代代 就是追求这些 那也是我们有时候无可厚非 但是你如果看这个的比率 过于神的话 那就不对了 我不是说不能享乐 不能享乐 不能够拥有这些 因为在传道书里头 神也告诉我们 在日光之下 同你的七快活度日 那时也是神所赐给人的福分 所以我讲这些 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追求 而不是可以追求 但是不是把整个比例 重心全部倾在这方面 而忘了神 那就是本末导致 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 可是轻重缓急 跟先后次序 你要有个排列组合 那个才是对的 然后大卫他怎么说 他说求神救我脱离 这种世俗的观念 你看 十四节一开始 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个旨在 不只脱离这些世人 也是脱离他们这种思维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求神 救我们抽离这种思维 你不抽离 很快就被周遭的 所渲染 染缸 慢慢沉沦 你自己不自知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抽离 求神让我有慧眼 能够看出分别 能够抽离 抽离以后怎样呢 十五节 至于我 你看又来一个至于我 那个有就是分别啦 它的价值观 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诸了 他就是以神为乐 这边讲到 必在义中见你的面 有的史学家是说 这应该是在讲审判的时候 能够 就说让神考核通过啦 能够通过审判啦 然后至于我醒了的时候 就是将来有一天死后复活了 能够看到神的形象 在天家与神相聚 有的是这样子解释啦 但是总之呢 就是说他以神的事为念 他心心念念的 只要能看到神的形象 能够与主时常亲近 能够通过神的审判 他就心满意诸 他的喜乐 他的满足 是这种区块耶 跟我们一般人的区块 是不一样的喔 所以他这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生命的选择 好 再来我们讲第四个 就是我们太清楚的 心愿里头的保罗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 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还没有遇到主的时候 在 就说他在往大马社途中去捉拿 信耶稣的人的时候 就被神的光照 然后暂时眼就瞎了 然后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 神开口跟他说 然后他就问说 主啊 你是谁 然后耶稣就跟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然后他虽然眼睛暂时瞎掉 心眼却一下子明亮 他就说 问主两个问题 主啊 你是谁 再来 主啊 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从那一刻起 他心眼一明亮 这个大马社的途中 是他人生的分界点 分水岭 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都有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分水岭 我在某某睡之前 或者某件事之前 我是怎样怎样的思维 怎样过日子 可是那个事件之后 我就整个改观 就是说整个大翻转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 类似的经语 那这个保罗就是 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代表 我每次在念新约 有关使徒行传 或者他后来的一些书信 记载有关保罗 从整个转变以后 他的一切的遭遇 也是让我很 心里头很多的想法 就是很感动 所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 那二十二章呢 这边就是在讲 他还没有遇见主耶稣之前 他拥有多么大的优势 二十二章的第三节 保罗说 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加的大树 长在这城里 在加玛列门下 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 受教 热心侍奉神 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所以在身家背景 还有学术 受教 都是一些最高等的 然后他是生来就是罗马人 有罗马国籍 他的父亲呢 所以他罗马公民可以享受很高等的福利 那而且呢 就是说以人的观点看 他享有一切最优越的条件 那这边就是他的细数 第四节 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追到死地 无论哪里都所拿下奸 就是旧律法讲他是很热心 他一再一再自述自己的一些条件 我们就先不要讲这些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那反正就是 他在遇见主耶稣之前 他有很好的条件 可是 等他一旦心眼明亮 认识了 这个 唯一的旧主以后呢 他整个大翻转 最有名的 我想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 我们看一下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的三章 好 我们先念一下三章 第三章第四节开始 这是讲他肉体优越的条件 肉身的条件 三章第四节 菲利比书三章四节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 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着了 五节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族 变亚敏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 所生的希伯来人 旧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旧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旧律法上的义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 你看下面就是他大转变咯 只是我先前 以为与我义的 我现在因基督 都当作有损的 这个太大的对比了 正反 先前还有现在 先前以为与我义的 现在因为基督 全部都看作有损的 从有义的到有损的 那是一个极端 两个反差 第八节不但如此 不只把万事看作有损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至宝 这是他的一个价值观 他以前当作有益的 好的 想追求的 现在全部 作废 归零 因为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是至宝 于他而言 第九节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不只是丢弃 还把他看作粪土一样 不只一顾 并且 不只这样子 他下面这一句太好了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追求 不是只有信耶稣 我们要更进一步 进到神的里面 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就好像你跟你的配偶 有很亲密的关系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浓于水 这样子 很浓厚浓烈的感情 不是只有信耶 你只信耶稣 可是你跟主耶稣关系不好 泛泛之交 点头 主啊你好 祷告一下 然后什么话也都不说 这样不对 神的事 什么都要参与 有什么 你可以像哈拿 跟神清心土一 而不是在神 在人的面前哭的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你可以哭得这样 你为什么不去跟神哭呢 清心土一是要找对 找对对象耶 神更有能力 神更喜欢你来跟他一一诉说 所以这边不只看作有损 看作粪土 还要进到得以在神的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保罗 尤其你看到他 后来为了传福音 几次三番受了各种苦难 被鞭打 被关 然后海难 饥饿 真的是 居无定所 漂流 你会觉得 好可怜 可是以另外一个角度看 你会觉得他的生命 很有意义 他不觉得以为苦 他把这些都认为是很喜乐 而且不把自己的软弱 变为很可耻 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 神就让他刚强了 而且在他的软弱上 可以显出神的恩典 所以他的 对神的认知认识 知道呢 已经很极致了 所以我在读这个保罗的一些书信 也许现在自己有一点年纪 所以从来一而再读他的那个书信 他的字字句句 其实不是只有表面上 他很深的一些体会 所以我想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人生的阅历 时间的历练 你再来读 这些圣经很多事情 你会很有感触 很多造就 所以那个刚刚举的 只是四个 其实其他人也是有 很好的生命的抉择 选择对了的生命 因此他可以对 世间的很多事情的 那个价值观是 迥然不同于我们一般人的 不是说他很 取高和寡 不是 因为他有神所赏识的智慧 他知道什么是要去追求的 那接着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要来说一下 这个保罗呢 他被神光照 拣选为他合用的器皿以后呢 他很清楚的知道 神所拣选他的目的 我们看一下二十二章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 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 十四节到十六节 十四节 二十二章十四节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那益者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十五节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 对的万神 为他做见证 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求告 他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这个是亚拿尼亚 他受了神的指示呢 去 因为保罗 他不是被神的光照以后 眼睛就暂时瞎了 所以神就拆检这个亚拿尼亚 去帮助他祷告 使他的眼睛恢复视力之外呢 又帮他就说受洗 等于把他引荐入门 那在这边虽然 只有短短的几个经节呢 其实 这就是神拣选保罗的 的目的 也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第一个 要我们 就是十四节里头 拣选了你 要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 受神拣选 归入他的圈下名下呢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哦 以前我年轻 我都听不懂什么神的旨意 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意思 不太会去体会什么神的旨意 可是慢慢 很多事情 在岁月当中 常常事与愿违 或者遭遇到 不是我所能预测 我就会开始思想 很多事情不是说 我说了算 我做了就对 如果神的旨意不是这样 我祷告也没有用 那就是因为当时 我学不会顺服 所以我们 赞美十两百三十一首 愿成主旨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造主的旨意而行 因为主耶稣的祷告文 里头也有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都会朗朗上口 可是我们嘴巴念着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行在地上就是行在我们身上 等他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 我们都抗拒耶 主耶稣啊我祷告 我希望这样 你怎么不成全我 我们都希望听自己的旨意耶 我们都没有接受神的旨意 那所以这边保罗 亚拿尼亚就说转述神的话 要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被神拣选 第一个要明白神的旨意 再来他这边 十四节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四节 又得见那异者 能够见到耶稣 我们虽然不能够看他的形象 可是我们在圣经里头 神的性质 神性 还有他的戒律规条 还有他对人很多的 无微不至的体贴爱 我们是亲眼目睹一样 在生命记那边有提到 耶和华他多么的慈爱 他怎样 我们看一下 生命记 生命记的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的第十节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十一节 又如因搅动草窝 在除阴以上 两次善斩 皆取除阴 悲在两翼之上 十二节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十三节 耶和华使他成家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磐石中炸蜜 从尖石中吸油 好 我们念到这边 你看他保护我们像 保护眼中的同仁 我们最脆弱的部分 我们的罩门就是我们的眼珠 所以一碰到极难 我们都要赶快把眼睛蒙住 因为失利一旦受水 永远回不去了 那是我们最重要最脆弱的器官 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思意念里头 保护我们就像保护眼中的同仁 再来他要训练我们就像鹰 你如果看过那个Discordity频道 那个老鹰在训练他的小鹰飞翔就是驱赶他出去 他那个力量还不够很快还不会使用他的各方面的 往往就会下沉 还不能够驾驭的很好 那个老鹰啊老妈妈就随时在下面 等那个鹰一下落 他马上起来就背在背上 所以当你了解这个生物界的这些生态 你再来看这个会太感动了 他用这样来形容太贴切了 大卫在诗篇里头也有讲到 他求神保护他要像保护眼中的同仁 我相信应该是隐身至这个生命纪里头 所以我们要得见那异者不是只有看见 心纪里头告诉我们要知道他 真知道他 要认识他 这个不是表面上的一个认识 你要真知道一个人 就是他里里外外你都摸透了 那我们怎么样 耶稣已经不在世间 我们借着他所默示的圣经 他的各方面 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理解 圣灵会帮助 神会借各种各样的事情 让你从里头可以体会出 所以在生命纪里头有讲到 神的诫命道理不是离我们远的 不是难行的 一再这样子讲 所以你不要觉得那个天高太难了 与我好像是很一百分的要求 他说其实不难 我们有空可以自己慢慢看 那第四个 第三个呢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要我们得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神的声音耶 所以你不要整天沉溺在那个很热闹的场合 太热闹 人生鼎沸 把神微小的声音都压住了 有时候你让自己每天能够到旷野 到山上 到荒凉 无人居住之地 让自己很清静 心很定 很多微小的声音就会出现 我觉得是这样 很多事情你离不清头绪 让自己安静 也不用到处去求问谁的意见 我觉得最主要 你跟神好好的沟通 跟神建立一个最亲密最亲密的 像男女关系一样 跟神清心土一 然后神微小的声音 你就会听得见 所以要我们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第四个呢 之后呢 要去对着万人做见证 你只要有机会 你就讲你这个经过 不一定讲的长篇大论 头头是道 有时候神的感动人 就只在对方的一句话 就那么简单 我之前有见证过 我在受那个邪灵干扰的时候 在征战很辛苦的日子当中 只因为一个顾会堂的一个姊妹跟我讲 很辛苦哦 没有关系 你就把神抓得牢牢的 死也不放 我死也不怕你 那个害你肉体的不要怕他 我有害那个灵魂 能把灵魂下在地狱里才要怕他 那就短短的一句话 就让我很受用 所以我觉得圣灵就会带你 但是我们有机会就要讲一点 讲最起码你要对神有一点认知 你才讲得出一点东西 还不是自己乱讲 要跟圣经上的教训有关 有关神的本质 神的奥秘 这些你基本的 我们就是要追求 再来 他要求告神的名 洗去你的罪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归入基督的身体 你洗洗礼以后就是归入神圈 归入主耶稣这个身体 所以这个就是神拣选我们几个目的 第一个要明白神的旨意 第二个能够得见那个义者 真正认识知道主耶稣 第三个能够听到他口中所处的声音 能够真正的懂道理 第四个去对外人做见证 第五个要归入 真正归入神的身体 所以一旦是把教会当作基督的身体 教会的事情你就会关心 有时候我蛮感慨的 很多人几十年 信徒就是来聚会就走 来聚会就走 好像教会的事情跟他都没什么关系 那个就是没什么长进 那个只是变老没有长大 最近一个朋友发一个line给我 我们变老没有关系 可是要长大 那个长大就是成熟 灵性很成熟 所以我想我们 其实神都给我们自由权 我们可以选择生命 你要怎样 神都摆在面前 要生要死 要祸要福 所以你选择 可是至于我和我的全家 我们必定选择 侍奉耶和华 感谢主今天分享到此 我们唱诗184首 184首